记者许一群,台北报导911的师弟艾文同学,因先前参加《混雀》而娱乐在台中协力举办的饶舌比赛而备香。 终,为他的饶舌之路开启了一扇,加上他先前在《生灵之王》的演出备受好评,瞬间让许多人认识了他。 不过,看似无味的他,其实在音乐的道路上也受过伤。 高中组团拆伙被嫌我很烂,我觉得很难过。 911师弟艾文同学 图,记者汤星汉设艾文在高中的时候曾与同学组团,不过因为成员的变动,一个单飞,一个不玩,两个组团,我被踢掉。 这可说是他玩音乐以来遇到最心痛的事情,有哭了一下下,我当下,很愤怒跟难过,但还有一个心态,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越你们。 坚持玩音乐的他,在饶舌比赛上展露头角,很快就被老板阿弟给看上,不过老天爷多给了他一项讨厌。 他苦笑说,老板隔天叫我继续加油,我觉得很开心被大前辈称赞,但之后就没联络了。 他心想,必须得再拿出一个新作品,便请同学协助。 拍摄MV,果然,终于获得与老板面谈的机会。 艾文同学在《生灵之王》的演出大受好评。 图《混血儿娱乐》提供艾文正式成为签约歌手后,透过师兄们的上课,写出了《回归校园生活》的歌曲,但音错阳差没能让老板听到, 反而其他的作品频频频被骂你的音乐怎么越来越烂。 直到不想上课被发现后,老板立刻眼睛一亮,决定为他这首歌众路以及发行。 我高中开始玩音乐,家人说要对自己负责,我说高中毕业。 钱一定要让你妈妈知道,我要靠这行达成一些成就。 结果在毕业前就签约了。 艾文因从小不断听住子子喜爱的R。 艾文同学其实私下就是个大男孩,图,记者汤兴汉设为和叫艾文同学, 他笑说,因为英文名字叫做艾文,当初想一名的时候, 大家觉得竟然还是个学生,那,就叫艾文同学吧, 他难得展现觉得不好意思的一面,叫同学好泡窝,不是饶舌歌手吗? 但他后来想想,先让听众记得他才是重点, 至于未来毕业后,或许就直接叫做艾文了吧。